OK 大家好 今天是可可频道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手机 两台手机 对 怎样将手机里面的微信 转移到另外一台手机上面去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这个东西 OK 想话不说 我们现在开始吧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了 将两台手机 微信从这台手机上 转到这台手机上 OK 我们怎么样 首先要确保两个手机的WiFi 在同一个WiFi里面 我们先大概在视频里面看一下 两台手机里面的WiFi 是不是同一个视频 对 现在两台是同一个WiFi 同一个WiFi就可以了 OK 然后我们先从要转出的手机里面的 微信进去 我们先从这个手机 因为从这个手机转到这个手机里面的 所以我们先从这个手机进去 然后再 我的 设置里面 设置里面有一个通用 通用 通用里面有一个聊天进度备份机迁移 迁移到另外一台 设置里面的设设计 就是迁移聊天进度到另外一台设备 还有一个备份聊天进度到电脑 这个我们就用这个转移的手机好了 迁移全部聊天记录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我们是不需要转移的 特别有一些群的信息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不需要我们先可以给它轻较一些 另外两台手机的数据转移的首先是要保证两个手机的电量 是50%以上 聊天进度有1.4个G 缓存有1.1个G 轻较缓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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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较不需要的一些群的一些聊天进度 因为它群的聊天进度会长空间 所以把这个信息拴掉 拴掉后再转移的话 我们会会小很多 我们先拴掉 然后再轻较缓存 轻较缓存之后我们再开始转移 先迁移到备份的另外一台设备转移 好 现在就用这台手机 登桌瓷 微信号后扫描二维码 OK 我们现在用这台手机登桌微信 好了 扫好以后呢 就正在这里选择的是一个是 迁移过 不能聊天书 快速迁移到新增的部分 因为之前我已经迁移过部分 所以就迁移新增的部分就可以了 就不要完整迁移 完整迁移会很大 这个已经选择在 选择 请在另外一台设备上确实就可以了 保证年好的网络连接就行了 OK 我们就直接迁移新增的部分 好 这里就已经在开始接收了 总共有两百零五个聊天 啊 不过这个迁移的速度好像很慢 慢的 因为我们就是连的WiFi 应该够不这么慢的 所以够不动 明明在700多K 不到一兆 好了 船的数据已经传完了 现在就是导入聊天到微信里面 整个数据的船从这个手机已经传到这个手机上去了 现在这个手机要把运行判在4G 还要导在微信里面啊 或者你什么时候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就快了 现在已经差不多拍好了一个小时了 好了 这个数据已经导完了 导入完成 我们这边点完成 OK 好 点完成 这你的数据就全过来了 这就是我们刚刚啊 怎样 将微信里面的一些图片啊 聊天记录的一些信息 成不导的一个新的数据 连去的一个方法 OK 希望能帮到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不妨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关注我 点赞订阅分享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